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育儿分享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 想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 我手上有两个美国学生 当我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 老大六岁,老二四岁 他们跟着我一起学习中文 一开始呢,我们是放在同一个课室 也就是老大老二和我一起来上课 但是经过几堂课之后呢 我会发现老大他的接受能力更加快一些 他的反应速度更加快一些 毕竟因为他要比妹妹大两岁嘛 那时间一长呢 老二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活跃 也没有那么的积极了 我后来就和他的妈妈商量 于是我们就把两个孩子又分开来 老大有老大的时间段 老二有老二的时间段 这样子试下来之后觉得 咦,老二他的状态就又回来了 他对于中文的热情就又开始增长了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大概已经猜到了 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 的确和自信有关 那在什么状况下 小朋友他们会缺乏自信呢 通常当小朋友他们充满了无力感 或者当他们缺少了自重感 这时候他们就会呈现出没有自信性的表现 挫折不能太多 适当的挫折是好的 可是太多的挫折就会让孩子失去自信 那就拿刚才的那个例子来说 妹妹她一直在和姐姐上课 所以久而久之 她的自信心就被姐姐给比下去了 有一本书叫做游戏力 这本书在育儿界可以说是蛮有分量的一本书了 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就有提到自信分为三波 第一波源于孩子们刚刚出生之后 他们所习得的基本技能 第二波自信呢 源自于当孩子发现自己有say no的权利 那他发现自己原来可以拒绝一件事情 并且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也充满了自信 而第三个自信呢 就源于孩子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寻找自己的定位 比如说他会开始在乎同伴的看法呀 他会开始希望自己在集体之中有更好的表现呢 那这是他的第三波自信来源 其实不仅是孩子 我们成人也是一样的 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的事业遇到瓶颈 或者你现在处于一个迷茫期 你是不是也会呈现出那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孩子们他们也一样 那今天呢 我想把侧重点放在第一波自信和第二波自信当中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此的看法 第一波自信 源于孩子们出生以后他们所学会的生存技能 比如说像小朋友他们爬楼梯呀 他们跑步呀 他们走路呀 那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发现年纪大的老人 他们就很怕自己的宝宝会摔伤会跌倒 于是总是跟孩子说 你这个不要碰 这个很糟 这个不能爬 这个太危险 不能这样子走 那前面有一个洞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过去 是不是就常会发生这种现象 当他们跟孩子说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 他已经无意之间打断了孩子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权利 孩子他们正在学习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他们通过行走 他们锻炼自己的骨骼 他们通过攀爬 他们去学习距离感 老人们虽然是出于好意 跟孩子说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不要那样子做 因为你会受伤 可是对于孩子来说 他所接受到的信息就是 哦 原来那个我做不了 原来那个我不行 这样子 他会充满了无力感 他的自信心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点一点被挤压掉的 其实我们要相信 即使是两岁三岁的孩子 他们也会自我做判断 就比如我女儿 他现在两岁了 他开始学习跳了 当他一开始跳的时候 他总会拉着旁边的沙发 然后脚轻轻的离开地面 就那么一点点 之后他会开始慢慢的跳了更高一点 像最近在空地上面 他也敢一跃而起 所以很多时候 当小宝宝 他们要试着自己去爬楼梯 他们要试着做跳跃 他们要试着去做某些 我们带人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比起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会受伤 那倒不如就陪着他 让他去探索 我们只要在后方 尽量的保护好 他们的忠权就可以了 不要去打击孩子 探索世界的权利 不要跟孩子说 你不行 我们要培养他的自信心 而不是在无形之中 摧毁他们对于世界的好奇心 以及自信心 第二波自信 源于孩子发现 自己有say no的权利 当他们发现 原来自己可以坚持一个观点 或者坚持一个想法 并且得到尊重的时候 那时候也会让他们倍感自信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在第一期有分享过 我女儿那个蓝色的蝴蝶结的事情 以及在第七期里面 我也有分享过 我女儿穿着两个不一样颜色的鞋子 跑到图书馆去结束 其实在那两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都有给我女儿提出过我的看法 我有告诉她 这个蝴蝶结和你的衣服不配 或者你的左脚和你的右脚鞋子颜色不一样 但是当时我女儿她非常的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就是觉得那样子好看 所以我后来选择尊重她的观点 给她选择的权利 当小朋友他们能够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充足的自重感 他们会觉得 哇 我很有力量 原来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生活做安排 原来我可以为很多事情做主 这份力量感的来源 也会增加他们的自信 那还有最后一点 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 但是是我自己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孩子的自信心也源于他们的纠错能力 纠错能力从本意上来理解就是自己发现错误 然后自己纠正错误 如果我们大人帮孩子把一切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 让他前面的道路一帆风顺 他根本就没有掉坑的机会 其实孩子的每一次纠错都是他反思自己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培养孩子的纠错能力 对于建立孩子自信心 增加他的自信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一点点的小挫折对于孩子们来说 是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催化器 可以帮助他们变得更成熟 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因为每一次当他们克服困难之后 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力量 好 那做一个小总结 总的来说要培养孩子的自信 你就要确保他有自重感 而且要注意观察孩子 他是不是有了无力感 当他有了无力感的时候 那他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 当他没有自重感 他也同样会呈现出缺乏自信的表现 因此给予孩子选择的权利 就算知道他的选择是错的 没有关系 让他去试错 只有他试错了 他才有机会 有可能为自己纠正错误 那他的纠错能力也能够得到培养 而他的自信心 是在每一次试错 犯错 纠错的过程中 建立起来的 愿我们家讲都可以适度的松手 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让他们的自信心 与日俱增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